我想要来参与国民党桃园市长提名机制 赢是唯一的选项 这是为什么我要决定要投入桃园市长选举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如果我能在这形势当中脱颖而出 我是最强的人选 我就争取为国民党赢回桃园市 但是如果我不是 我也希望我的努力可以激发更多同志的努力 然后创造一个共赢的局面 党中央透过各种机制 不管初选协调民调 最后决定出最强的人选 是罗志强权力从事 不是罗志强我也权力的支持 想问什么时候会谨辞台北市议员 你要怎么样说服大安文山区的选民 要怎么给他们交代 一直以来我确实是希望透过辞去台北市议员 来宣示参选的决心 但是经过这两个礼拜的过程 我也听到很多的朋友希望我不要辞的声音 认为辞职可能会对党中央带来过大的压力 所以因此关于辞台北市议员的这件事情 容我在有一些思考的时间 当有很明确的一个结果 我会告诉大家 有主席那通威逼的电话吗 那个电话内容是不是 许议员他们有点情绪性的帮你抱不平吗 那之后主席如果再打电话过来 你会接吗 随时欢迎主席打电话给我 也随时欢迎主席 如果不嫌弃 如果需要我到国民党去做一做聊一聊 我都完全的配合 国民党现在确实要很努力 因为我们都输陈时中 不用回避这个事实 所以今天在王潜秋的广播节目上 我也直接校正或是应该讲说 邀请陈时中部长 桃园如果我有机会被提名 我最希望的对手就是陈时中 我希望有一个最强的对手 来相互的切磋 陈时中必然是一个可敬的对手 即便如果我有幸得到国民党的提名 我也会希望能够跟陈时中 有一场君子之争 当然陈时中部长个人的意愿 你必须尊重他 谢谢大家